要说这个赛季中超球队中哪一支球队最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上岗 就属广州队了 作为目前中超最有实力的俱乐部 上岗座拥超级外援奥斯卡 这个赛季联赛排名第三 丢了冠军不说 还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图片来自网络再来看看广州队 41岁老将政治当爹又当妈 平时负责球队日常训练 比赛时候还亲自上阵听抢 没了规划球员直接带着一帮本土拳滑班 其中还有很多新人 竟然击败了强大的长春亚太 这一场比赛至少证明了一点 球队的实力并不是单一看球员实力 还要看球队的精气神和配合度 广州队全场比赛高达62.7%的控球率 可以说是全场占据优势 此外广州队的射门次数是对手的两倍之多 573角传球 足足比对手多了200多次 图片来自网络这就是全华班广州队 给球迷们带来的不一样 政治无奈之举无意间成全了广州队 大胆启用新人 也是政治的高明的地方 恒大足效双子星凌杰和谭凯元双双扣门 这是他们俩连续两轮有如此上加的表现 政治率队踢了七场中超比赛 直接拿下14个积分 战绩为四胜二平一副 平均每场拿下两个积分 这样的表现就连上岗也不敢去想 图片来自网络在这七场中超比赛中 广州队已经是连续六轮比赛 保持不败 五场都成功零封对手 更是拿下三连胜 接下来的中超联赛亚军争夺战 广州队会和上岗来一场对决 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